在娱乐圈里面 要说赵丽莹的人气 那自然是极高的 这一点 通过今年的楚桥转就可以知道了 甚至可以说 本来 这样的一部作品口碑很一般 而且因为剧情被无限拉长 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但是收视率还不错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赵丽莹的人气很高 而在网络上 不仅有人喊出 赵丽莹不楚桥的说法 更有人指出 看楚桥船就是奔着赵丽莹去的 至于剧情怎么样 那都不重要了 这样的粉丝 其实还是不少的 对于赵丽莹的标签与印象 许多人也是表达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 她的五官非常精致 颜值有点惊艳时光 这样的说法 还是蛮重愧的 当然 赵丽莹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女生 甚至可以说 是缺点很明显的女神 因为 她的身材 其实是很一般的 这一点 她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 更没有驱动刀子 而是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身材 这样的不忘出心 也是许多人喜欢赵丽莹的原因 因为 真实的才是最美的 更何况 赵丽莹如此完美的五官 其实是可以弥补她身材方面的一些不足 也因为这样 这样的赵丽莹 其实也有点光明女神的感觉 今年以来 除了《楚桥传》之外 赵丽莹还有一部电影上映 名字叫做《秘战》 这样的一部电影 是郭富城 张汉 赵丽莹 张南新等人一起主演的谍战动作电影 讲述的是松户会战后 上海沦陷后一些低下工作者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惊心动魄 也是一个失败的印记 这样的剧情 还是蛮有年代感的 当然 也是值得一看的 不敢说作为历史的参考 但作为一个了解当时受惠的影片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本来 这部电影11月3日就上映了 但最近有一个剧情 引发了关注与热议 这就是 在这样的一部作品里面 赵丽莹有一个情节是许多人不太高兴的 那就是 赵丽莹饰演的角色被人凌污了 而张汉饰演的角色 则一直在门外看 这样的一个细节 抛去剧情之外 许多人也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无论是张汉还是赵丽莹的演技 都给人一种开挂的感觉 也因为二人塑造的很不错 这样的一个细节也是圈粉无数 因为 二人的演技太好了 赵丽莹在新电影中 竟有被凌辱情节 网友打抱不平 我想掐此编剧 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赵丽莹就是不能触碰的女神 所以才有了网友们掐死编剧的调侃 而这也再次证明一点 赵丽莹的人气 真的非常高 而粉丝们对她 也